今年的2月14日情人节可谓让韩蜜闷无比兴奋 三位人气欧巴的轮番献身如何能不让大家取之若鹜呢 未来将全面开拓内地市场的李敏昊也是继日前献身央视春晚后 于情人节当天抵达上海参加某运动品牌的代言活动 随着韩剧继承者的热播 让李敏昊成为了众多少女心目中的完美情人 此次来户李敏昊一路都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围追堵截 导致原本下午两点开始的活动延迟到三点半才正式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能够看到偶像 粉丝们也是不惜血拼才能获得入场券 和这位国民男神共度佳节 感受到大家的热情 李敏昊也是在台上和粉丝们套起了近乎 我今天开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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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活动现场 李敏昊也是一改此前的熟男路线 换上了一套休闲装亮相 极具亲和力的微笑更是秒杀全场 不过遗憾的是 李敏昊在现场只待了三十分钟就即刻闪人 只为赶往厦门继续第二天的行程 如此短暂的露面也让不少粉丝们大呼不过瘾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